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在油堂的高祥院高康國紀律部隊員工宿舍 就發生了一宗一名男子從高處墮下的事故 這宗事故當然引起了很多市民的懷疑和猜測 因為裏面實在有太多疑點了 香港警察在昨晚接近凌晨時分 在他們Facebook發表了一篇澄清和交代事件的文章 不過這篇文章引來更大的謎團 我們現在一起檢視和分析一下 到底警察寫的這篇文章寫了甚麼 那篇文章提到 昨天早上約磨八點半 警察接獲保安員報案 指出發現有一名男子在高康國對出 懷疑死者從高處墮下 警察接報到場 死者經救護員檢查後證實死亡 警方在現場沒有檢獲遺書 初步調查顯示死者並非上指的住客 在昨天早上約磨八點多鐘 死者就讀字前往上指 這已經是第一個問題了 原來經過警察的初步調查 光明的男子自己一個人去到油堂的高長院高康國 這座紀律部隊員工宿舍自尋短見 你是不是要市民相信這個說法呢 山長水遠坐車入油堂 這個死者到底是住在哪裏 根據報導所說 他是住在九龍灣 即是他自己去坐車或坐地鐵 坐幾個站然後進入油堂 自尋短見 而且偏偏簡中這堂大廈 你叫市民相信這個說法呢 你澄清的時候 你可否提供更多的證據 證明你的說法是可信 否則當然會帶來更大的儀團 你叫市民相信這一點 接著他這篇文章繼續寫 他就說 這一名的死者乘住其他住客出入的時候 就經過正門進入其中一堂大廈 這就是第二個謎團 倘若這種說法是真確的話 換言之 該名的男子有自主意識地 就是要進入這一堂大廈 於是他就在外圍守候住 一旦等待到有些住客出入的時候 他就乘機混水摸魚 進入了這堂大廈 首先這個行為本身 應該是有閉路電視的片段可以拍得到的 因為這些公屋居屋的大廈鐵閘 就肯定有攝像頭在這裡拍住門口 到底是否拍到這一名的男子 他趁機要等住客出入的時候 按住門 拉住門 讓他自己走進去 應該就要有這個畫面 出來才行 即是希望警察就會公佈這些畫面 其次的就是 當該名的男子進入到這堂大廈的地下電梯大堂的時候 那為什麼那個保安員是可以完全無動於衷 視若無睹的呢 如果他是一般公屋的看僱 因為要面對著大量的住客 他就坐在那裡發牛鬥 或者是認不到那麼多的住客 都尚且可以理解 但是你這一堂就是 紀律部隊員工宿舍來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跟市民說 在目前這個社會的氛圍 這麼繃緊這麼嚴峻的情況下 原來紀律部隊員工宿舍 在地下電梯大堂的保安 都是這麼噴噴漏的 都是有漏洞的 都是這麼粗疏的 然後就整個無染雞籠 可以讓一些人自出自入 那些保安員全部都是做樣子 坐在那裡 你是不是想告訴市民 是這樣的情況呢 有沒有人相信呢 是不是 如果一般那些年輕人走進去電梯大堂 肯定那些保安員馬上對他截查詢問 究竟你進入的目的是哪裏 到底你要前往哪一個單位 然後就拿他的身份證明文件出來登記 登記了電話 起碼要是不是 然後你告訴別人 這個人 三十多歲的男子 揹著一個背包 相信一定的重量 因為根據報導所說 該名男子的背包 其實就是揹著一些裝修工具 好了 那名保安員面對著一名 形跡上相對比較可疑的男人 是完全沒有作出任何截停的行為 到底合不合理呢 好了 接著就說回警察這篇文章 他說 該名男子獨自乘坐電梯去到29樓 過程當中並沒有其他人進出過電梯 好了 這就是問題來了 第三個疑團就是 為什麼這一名男子 他要獨自乘坐電梯去到29樓 對不對 為什麼他要在29樓出電梯呢 如果他真的要自尋短見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按到最高那層 不是的 原來根據報導所說 至少有30樓 那為什麼他不按高一層呢 為什麼他會選了29樓呢 在這層出電梯呢 到底他來到這一堂大廈裡頭 本身他有沒有一個特定的目的呢 對不對 或者有沒有收到一些 比如說維修工作的指示 或者有沒有人約他去到上址 進行一些交談等等 有沒有作出一個深入的調查 有沒有查過 該名男子的手機的通訊 或者是對話的記錄 有沒有人約他去那裡 為什麼沒有交代到這些詳情呢 而且根據那些報導所說 該名男子的背包 事實上是裝了一些裝修工具 究竟是不是有些人打電話給他 約他去這個樓層某一個單位 叫他進行一些維修 或者檢查的工作呢 是不是 有沒有調查這些事情 還是你讓市民相信一個說法就是 這名本身住在九龍灣的男人 他就坐車或者坐地鐵 就特地走到油塘那裡下車 然後就走到高祥院高康角 紀律部隊員工宿舍 繼而就在這座大廈的外圍撐住 一旦發現到有人出入的時候 就立刻放進去 接著按升降機上二十九樓 在一個非常狹窄的通風窗裡 就跳下去 你就叫市民相信這種說法 因為實在是太多疑點 令人難以自信 好了還有一件事就是 究竟有沒有人在二十九樓的樓層暗角 或者是二十九至三十樓梯間的樹 埋伏起來 就撐住這名男人到了 就向他埋手 有沒有這些情況 你只是說到 就說他獨自走進升降機 按升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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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他沒有預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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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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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居民聽到任何爭吵的聲音 而現場也沒有發現打鬥痕跡 現場梯間只有一個闊約莫三呎 離地高約五呎的窗戶是可以打開的 其他窗戶都是密封式 而窗戶旁邊的牆上有發現鞋印 即是你叫市民相信一樣東西 他看到有這個窗口可以打開了 可以一躍而下 於是他就擒槍 琴槍就先凸了一個頭到處沖 繼而運用他自身的力量 一路撐一路撐把整個身軀 就是約出去這個窗外 你叫市民相信這個說法 是不是 當他步行到梯間的時候 他如何在這個所謂離地高約五呎的窗戶 可以打開頭 一個人如果是有決心自尋短見 他會不會選擇一個這麼高難度的窗口 萬一他踢實了不上不下怎麼辦 這件事根本就是不合常理 還有就是 那篇文章寫到該名男子從窗戶拋下背包 一個人都要離開了 還會你自己的背包放在哪裡 而且背包裡面有些什麼呢 除了裝修工具之外 有一本地盤工作證 還有大量的個人物品 以及證件包括出世紙和護照等等 喂 他背著這麼多東西 然後就上到這個29至30樓梯間 把整包都扔下去 然後他自己又跳下去這樣 一個人如果是去意已決 還會不會搞這麼多東西 還在顧著自己的身份證 出世紙和護照等等 真的很難讓別人去理解 還有就是 那個報道說沒有遺書 然後又說沒有可疑 沒有檢獲遺書 到底檢獲遺書是一個什麼標準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看新聞報道 有些案件就說死者自殺了以後 就在現場或者在他家裡檢獲遺書 所以就沒有可疑 這件事就說他沒有遺書 又沒有可疑 那你其實有沒有遺書 你也沒有可疑的時候 那你必須提這件事做什麼呢 既然有沒有遺書 並非是判別一宗案件 是否有可疑的標準 那你不如不要提 你看出來 市民看到有遺書沒有可疑 沒有遺書又沒有可疑 那些市民的文情會怎樣想呢 那當然是對於警察的反感 你調查方面到底是很嚴密還是很粗疏 這些一般市民 你個個都說沒有可疑 如果這些是政要 你會不會查得這麼輕鬆 會不會查一會就說 沒有可疑 就當是closed file就算了 大家想想你自己問心吧 是不是人與人的價值真的平等 浪費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